新手适不适合养红面 这期视频咱们主要从四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其中第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点饲养难度 总的来说是不高的 基本还是老三样 温差水质和喂食 饲养难度算是比较简单的 它在原产地是不冬棉的 咱们玩家饲养中有冬棉的例子 冬棉的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 有条件的建议还是要加温 第二点是成体的体型和温顺程度 成体的体型不会特别大 十几厘米 比较适中 温顺度来说也是比较适中的 一般不会过于的凶猛 同时也不至于太胆小 可以保持一个很好的互动 从这一点来看还是比较适合新手贵友的 第三点就要说一下 红面的这个坑是比较深的 首先是小心商家的滤镜和P图 再一个跟上次说的末诞不太一样的地方 红面的价格区间跨度比较大 品项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 包括各种各样的说法 各种各样的噱头 比如进口的国产的 大种的小种的 这就导致他的市场定价是不太稳定的 一定会有这样一位龟友 在网上看到了一只非常好看的红面 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红面 当时在市场价可能能卖到三五千 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卖家 问有没有红面 卖家说有 给他看了一个小苗子 龟友看到以后 把网上的那个图片发给了卖家 说你给我发的这个小苗子 和这个红面怎么不太一样 卖家说 我这个也是进口的苗子 长大了就是那样 于是龟友就问了一下卖家价格 卖家说今天放个特价五百块钱 你拿走 这位龟友养龟的时间不长 之前养过摄箱 五百块钱觉得有些贵 但是想了想 网上那张图片实在是太漂亮了 咬咬牙 买了 说到以后养了半年 发现和别人家两三百的 没什么区别 说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想给这些新手龟友 一些建议啊 首先要弄清楚 你想要的是什么 是红面蛋龟 还是脑袋通红的红面蛋龟 如果喜欢红 那就买已经红了的红面蛋龟 当然此时的价格注定不会低 新手龟友尽量不要选择 价格非常高的苗子 因为它赌性比较大 容易翻车 最后补充一个保值问题 红面的价格和颜色成正比 也就是说呢 越红越容易卖个高价 而如果想要保持红面的颜色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因为你并不知道 这只红面优秀的颜色背后 是否有什么其他的秘密 所以一定也有这样一位闺友 他第一次买苗子 被坑了以后呢 再一次咬牙 吃巨子买下了一只 非常非常红的红面 收到以后也确实红 但是养了半年以后 变得非常的普通 心情失落 想要挂载某鱼除掉 发现当时的价格的三分之一 都卖不上 总结一下呢 新手养红面 饲养难度和这个品种的本身 有什么问题的 至于它到底 有没有你希望的那么红呢 这个就要看圆了 视频里的这只呢 是一个我养了四年的红面 你看它也不是很红 是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大家可以点关注 我是于斯基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